今天的您不能不知道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快篩實名制在今天正式上路 各地的藥局幾乎都是大排長龍 不過在屏東的小琉球 卻呈現了反差 藥局門外冷冷清清 幾乎都沒有什麼人要去購買 來看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反差 快篩實名制開賣第一天 屏東小琉球藥局門外 沒有大排長龍的景象 接到冷冷清清 儘管離島配發數量多 藥局拿到四箱快篩 一共312份 但一整個早上過去 卻只賣出18份 買氣並不熱絡 沒有領快篩計的原因 是因為上次小琉球 第一例產生的時候 政府就發放免費的快篩計 給我們 我們自己也有買起來備用 聽說又飆過一萬多人 其實我們也不會很擔心 因為其實大家要慢慢 試著與病毒共存 今年清明廉價 小琉球島上爆發確診 外線市足跡多 當時大多數居民家中 就有囤放快篩試劑 就像現在島上疫情 逐漸控制需求相對不高 當地居民都很淡定 都還沒有賣完耶 還賣了 29 同樣買氣冷清的 還有屏東萬卵鄉 藥局到了下午 還是沒什麼顧客 整箱快篩 還有一半沒賣完 大概一個小時的時候 比較熱絡 有限於要上班的族群而已 另外在原鄉地區 包括霧台 三地門 馬家鄉等地 因為沒有健保藥局 由當地衛生所販售 也是各配售四箱 大多是當地居民來買 人數屈指可數 目前是不會啦 在部落的話 因為大家的生活型態比較安全 但是如果有足跡從年 我挺像年輕人比較會往外跑 市區跑的話 其實會去買一些擦採器 部落人少 加上生活型態單純 居民不急著買快篩 相較於北部重災區 快篩搶翻天 兩地的購買景象 也形成強烈對比 九宿世衛屏東報導 櫃 till 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